173 太陽報 一代遊戲大師不敵癌魔吹命 2015年7月14日國際A21日本遊戲生產巨馬任天堂的社長癌田聰 上週六因膽管癌病世 年僅55歲 02年起任掌台人的他 一直堅負帶領任天堂走出低谷的重任 十三年來走過高峰 顛覆遊戲業界 為他多年來不遠在手機遊戲市場插旗 數月前此向現實低頭開發手遊 如今不敵癌魔 為任天堂進軍手遊 重返往今時代之路 為下種種未知之數 任天堂作發聲明宣布岩田聰離世 京都的公司總部同日下半期哀悼 岩田聰是任天堂百年家族企業以來首位外姓社長 十三年的社長生涯 最高峰增帶領公司由上任前營利約75億港元 將至最高於300億港元 岩田聰最耀眼的公職 是06年重隨推出招牌遊戲機會外 將一家同樂的理念融入遊戲機中 風美不小家庭 吸納大批成年及女性玩家 為遊戲產業帶來翻天覆地的巨變 其後任天堂面對微軟 及索尼PlayStation等主機挑戰 失去不小鐵膽粉絲 銷售額更連續六年下跌 加上岩田聰力推的新一代主機 Will You不受歡迎 近年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又風行全球 嚴重影響淫天堂業績 縱然岩田充過往堅持不踏足手遊市場 被紙巾不想時代步伐 最終他在今年3月宣布入股東京手遊公司Dina 打算將超級馬里奧等繪隻人口的經典角色引入手遊市場 並於明年發佈新電玩主機 NX 可惜現在等不到懸夢一刻 便不敵癌摩倒下 縱然死信來得突然 其實一切有 可尋岩田聰去年確診幻想膽管岩接受手術 兩年均缺席美國E3遊戲展 復出後亦明顯銷售 他本月初突然露面宣布 任天堂推出的首個手機遊戲 將採用他一直強烈批評的道具課金制 向現實低頭 有指他已預料自己張勢 所以為後事作準備 進軍手遊傳變數報道指 岩田聰生前並無安排接班人 他的工作將站由馬里奧之父江本謀及會 主要開發者竹田園洋共同接手 為兩人分別掌管軟件及硬件工作 對遊戲的理解 風及均有分歧 加上未來任天堂如何能後發先至 成功劑新手遊街等問題 均令任天堂的前路存在各種變數 岩田聰主要公職一 任天堂 2004年 在智能手機仍未普及前 NDS首先將觸碰式螢幕搬到掌上遊戲機上 其雙螢幕設計讓玩家能以第一新及全景角度去玩遊戲 加上WiFi無線網絡功能 至今已大賣於一億五千萬部 2006年 岩田聰改變傳統遊戲方式 加設感應晶片在遙控器 感應玩家的身體動作 貫徹其旨在創造老少咸二 一家大細均能落在其中的遊戲機 由天堂至佳研發的近場通訊產品 讓一些幾米埃報換偶在某些特定的遊戲上 傳送或接收所儲存的數據 有限時 感谢观看